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织成一条项链的一个作品 那首先这个我们就以这个1×5跟1×7的不锈钢环组合搭配来编制这个拜章亭配件 连接环跟这个中间的部分是用1×5 其他的都是以1×7的不锈钢环来做编制 那我们总共要编制9个 9个这样子的配件 那我们另外再以这个0.6×3的提升 做10组 10组这个就是加一颗天然石 再一颗人水晶 然后折90度 留大概0.8公分左右 还有折圆 这个单边的9字针的配件 那这样子的配件我们要做10组 那另外呢我们要一样利用这个T针 把这个T字的部分剪断 然后要来做9字针的双边9字针的配件 把这个T字的部分剪断 0.8公分左右 0.8公分左右 折90度 再以圆柱浅工具折圆 加入我们的珠子 这一颗是珍珠 那我们再将这个T针 朝这个缺口 这个原来的缺口是在 我们要朝上 在这边 在上面 那我们就朝缺口的方向折 折90度 再以圆柱浅工具折圆 反折回来 那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9字针 它的方向是确定它是一致的 两边的9字针 你看现在一个是立起来 一个是平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一致 两个都是同一个水平 这样子的水平 不要一个是这个方向 一个是这个方向 这两个都要同样的方向 这样子 这样好 同样的水平这样 那这个是双边的9字针配件 那我们以刚才的方法 就是要做这个一颗 那双边的 就是上下是 扁水晶再加上天然石 像这样子 双边是 双边的9字针 然后一颗扁水晶再加天然石 再扁水晶 然后再把它做9字针 就等于是双边的9字针的配件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要做10组 要做10颗 10颗这样子的配件 那这个单边的9字针配件 也是10颗 这个珍珠的大的主要的珍珠 只有一颗 那我们再来做组合的动作 那我们再来做组合的动作 现在要来做组合的动作 这个9字针的部分打开来 勾到这个1乘5的连接环 直接放进来就可以 然后再把这个9字针的部分 闭合起来 那我们以这样的方式 就是一个9字针配件 接一个半暂停配件 半暂停配件的中间 都会有一颗天然石的9字针配件 这样子 那总共要这样子 就是有4组 4组的拜暂停 1 2 3 4 4组的拜暂停 中间各以这个9字针的配件连接起来 前后各再加一组 前后各一组 那以这样子的方式做两组 两组 接下来要来做组合的动作 那这个针珠的话 我们也是先做好 那这里总共有8组 因为我们做了9组的9字针配 这个快针停配件 那还有一组是要来用组合的时候 然后坐在那个中间的Y字链的那个地方 你可以开这个1乘5的环去勾那两个 两条链条的9字针的部分 也可以把9字针的部分打开来 直接勾在这里都可以 那我开这个我就只要勾开一个就好 把两个链条的9字针的部分泡进来 再把1乘5的环 闭合起来 这样子我就把两组本来开分开的链条 组合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要在这个 刚才加上去做两组 这个中间的这个 这个半组配件加上这个珍珠 那这个就可以开这个9字针的部分 把1乘5的环放进来 那这个珍珠的下面我要加柳树 取这个0.6乘以4的不锈钢环 跟一个这个就是系列 30公分的系列做组合的动作 30公分 好 那我们在第一个环 勾住 接下来在11公分左右的位置 再勾住第二个第二个地方 就是11公分左右的位置 不一定要很精准 你就附近就好 然后再来在13公分左右的位置 再勾住一个环 这样子 好 那这样就会有形成有五个链条 那我们把这个0.6乘以4的环 直接扣到这个珍珠的尾端 闭合起来 现在要来把这个链条剪开来 你可以对齐着剪 或者是让它有一点点高高低低 就是不要刚好在那个对齐的位置 因为你在这个中间点的话 剪开来它两条是一样长 但你偏一边的话 它就一条长一点点 一条短一点点 就会有层次感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就好 但我今天设计的是要在这个 再加上珠子 那我们先在这个五条链条的尾端 这个等一下最后的一个 我就直接勾上那个九字针就可以 但是在这个上来的位置 大概就是一公分左右 或者是你要甚至一点多公分 也没有关系 找一个环 勾上一个0.6乘以3 或是0.6乘以4的不锈钢锡圈 加一个环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每一个链条的尾端都是这样子 加上上来大概一公分左右 或是一公分多一点点的位置 加上一个0.6乘以3或是0.6乘以4的环 之后我要在这个地方 最尾端的地方加上一个九字针的配件 加上一个九字针的配件 乘以3的环 乘以3的环 也加一个九字针的配件 这样子的话这个流速就会比较有变化一点点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五个链条的尾端 都加上两颗的这个九字针 单边九字针的配件 来完成这个流速的层次感 这样子 像这样子 就是我们流速的地方 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很有层次 因为每一个 就是每一条金属链的尾端 都会有两颗竹子 而且都是 就是长度会显得不太一样 就会很有层次感 那这个上面的部分 我们就取这个不锈钢链 36公分 把它剪成对半 然后再来跟这个九字针的部分 做结合 可以直接将这个九字针的环 打开来 这个链条 上面的地方 以这个 以0.8乘以4的话 来跟扣具做结合 不要用那个0.6乘以4的 因为它线比较细 怕它的支撑力不太够 所以我们用0.8乘以4的话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做法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做法 第二侧的尾端是要加上辅助链 第二侧的尾端是要加上辅助链 完成做编织的一个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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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